幾年來我都算吃過不少佛山的牛肉放題 但這間店可以說是狠狠地跟其他牛肉自助上了堂貨 不是我說的 是去吃的人都是這樣說的 每天排隊每天排隊 一百三十九個九一個人 我覺得是不算便宜的 真的有人知道是什麼來頭 甘村 超級多人排隊家人們 一個人多了現在 一個小時 前面還有六十九位 OK Nice 排隊的話他有個雪櫃給你免費拿東西喝的 進來了進來了 好多東西吃了 除了平時我們在吃的牛肉自助火鍋 它可以吃的肉之外 它有燒烤 旁邊要農有這條五花劍 全部都是在這裡現設的 你可以看著它現設 這裡有很多四川火鍋的菜 我先吃牛肉自助 居然就紅燙脂肪 先炸泡汁 蘸了 量力而為不要拿這麼多 來這裡吃兩個人以上會比較的 單一個人來就是$139.99加$29的鍋底 但是如果兩個人來吃 就是$275.8 不用再給鍋底錢了 $275.8就可以吃到這裡的任何東西 甚至乎酒水 我原本這堆東西是沒什麼好感的 因為一般的放題都會被人罵到什麼 但是你進來之後你就會覺得它是真的OK的 很有性價比和很滿足 吃多少錄多少 這樣才是最新鮮最好吃的嘛 再試試這個 雕龍 很新鮮的 牛肉餅真的可以 它這就是趙山旺牛肉 那種人口感 甜甜的有奶香的 嘩 它的腦這麼多 四個男的 四個男的 如果你是大隻的腦就來這裡 跟你兄弟約過你 五花子 哇 五花子好吃 我最近變得很好吃 這個慈病綠辣鍋 你要來過 先知 這間店你進來之後你會對它的好感到 親親吻